赵公民中了路鸭的顶头七检树的暗算而死 在整个过程中文太师大营里的结窖众人的反应令人非常不解 当时的大营里结窖们人 有文仲和烈焰镇镇主 落魂镇镇主 洪水镇镇主 以及红沙镇镇主 按暴力说 这十决镇镇主都是搞旁门左刀的 对旁门左刀之术应该是如鼠家珍才对 赵公民一遭暗算 他们应该马上就能发现才对 尤其是落魂镇镇主摇冰 他的反应更加令人失望 赵公民作为战斗力超强的一位结窖门人 一度打得铲角阵营 没有招架之力 所以看不过去的天岛 立马给赵公民送来了一位强劲对手路鸭 路鸭的来历很神秘 他自称是西昆仑散人 一身本事更像是结窖中人 但却站在了铲角一边 他的两剑对地 力气斩先飞刀和钉头七剑书 都透露着思思作道之气 路鸭的来意在铲角众人和赵公民面前 都是开诚不攻毫不含糊的 那就是送赵公民上路 所以赵公民立马怒火冲天地打了起来 不过怒归怒 人家路鸭还真是说到做到 与赵公民打了一个照面之后 就实现了暗算对方的企图 钉头七剑书应该是需要捕捉对方的气息 才能使用的 所以路鸭到战场上 与赵公民简单地交了下手就出了 回到铲角打赢 就把钉头七剑书交给了江子牙前去做法 江子牙是主持风神的天选之人 一切因果由他承担是最好的 路鸭自己是万化丛中国 片也不沾身 江子牙一做法 赵公民立马就不行了 可闻众大营里结叫众人的反应 却叫人大失所望 江子牙在骑山不只好钉头七剑书 只败了三五日 就把赵公民败得心如火发 一丝尤间走投无路 仗前走到仗后 抓耳闹塞 烈焰郑镇主白天君都看出赵公民无情无虚 恍惚不安 而洛魂郑镇主姚兵却毫无反应 姚兵可是运用灵魂攻击敌人的好手 他刚到习气布置好洛魂镇 就摆了江子牙一刀 差点把江子牙给呆死 对于这种左道之术 他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才对 可姚兵却毫无反应 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姚兵可能根本没在意赵公民的情况 忙着干别的事情 对于阵法爱好者 他可能每天都在忙着研究阵法 第二 他可能真看不出来赵公民遭暗算了 虽然姚兵也是使用左道之术害人 但他自己没被害过 所以并不清楚被他暗算的人具体是什么反应 对于赵公民遭了暗算的反应 他也一脸猛 第三 他没想到赵公民会遭暗算 赵公民可是本是通天的主儿 在他心中可能像神圣不可侵犯的神一样 怎么可能会被小小的左道之术暗算 所以直到洛魂正被迫 姚兵生死都没想到过 赵公民是遭到了灵魂攻击的暗算 这也许是命吧 他们逆天而行 所以天道也帮着铲交一方 让结教中人都变得迟钝起来 直到事情已经不可挽回 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洛魂正正主姚兵死了 文太师才在雨下二正主的提醒下掐算了一下 得知赵公民被钉头七检树暗算 可这时姚兵已经死了 他们三人对于灵魂攻击一无所知 只想出了去抢剑树的主意 而且派出去的人 还是赵公民的两个弟子 陈九公和姚兆寺 文太师大英里的人没有办法 为什么不到外面去找 人家产交遇到难题都知道 跑到昆文山与虚公去求援 江子牙三番五次去找师父原始天尊要帮助 可结交弟子不说去找援军 而是就地等死了 要知道赵公民可还有好多天能活呢 也许因为通天教主下了令 不许这些核心弟子去稀奇 所以他们不敢去毕游宫找通天教主求援 但可以去三仙岛找云霄养 云霄是劝说赵公民躲起来 不掺胡封神的事 可要是赵公民就要死了 云霄不可能袖手旁观 必然会跑来就打割一把的 要是云霄早来一步 他们姐妹去骑山一趟破坏丁头七检树 缠教一方哪个能挡 赵公民自然就不会死了 这样兄妹四人按照云霄的性格 自然就缩回东府躲起来了 等到赵公民都死了 才去三仙岛穿兴 这是明显地要坑三仙岛